其實是差不多的 安妞我是倫倫 看到這個NEW FLAND就知道我們要開箱什麼了吧 答案就是NEW FLAND的鍋子 這次NEW FLAND的鍋子是黃色的最新款 然後一樣是幫大家爭取到紅豆了 所以一起來開箱吧 它這箱裡面就是整組黃色的鍋子 這邊有一個開鍋的說明書 很貼心耶 有教你怎麼樣開鍋 比如說用熱水啊然後沾鍋了怎麼辦 告訴你天然塗層不是化學塗層 所以是安全的 好 哇 黃色好可愛喔 先拿出這個 這一組送的那個矽膠鍋鏟組 湯勺然後鏟子跟 這也算是勺子嗎 也是黃色的耶好可愛喔 登登 好第一個鍋子是 這是什麼鍋 這一款是26公分平底鍋 這個是26公分平底鍋 那我再試一看 登登 哇好漂亮喔 好有質感 把手是黃色的 那跟之前那一款不太一樣是 那款FICA的是平的把手 這個是有一個弧度的 就是比較方便拿 好漂亮 拿一個開 這個好 下一個這個是 22公分的雙耳湯鍋 這個系列叫做香草雪若 很漂亮的名字吧 很可愛 好可愛喔 這個是黃的 上面是玻璃蓋 像這樣 哇它這款的把手很可愛耶 這個把手造型 照片看起來會覺得它好像是軟的 其實不是 它就是一個握把 然後蠻好軟的 蠻好拿的 好 這個是雙耳湯鍋 蠻有重量的 沒有蓋子 裡面是玻璃的 好 下一位 8公分的 單筆湯鍋 它這個都是韓國的 所以都有寫韓文 很可愛吧 單筆湯鍋 也是有玻璃蓋 也是有玻璃蓋 一樣有一個玻璃蓋 握把一樣是有弧度的這種握把 然後蓋上去的話 這樣 好 然後是最後一個了 這一組是四個 好重 這個是30公分的炒鍋 有玻璃蓋的 好 那一樣一個玻璃蓋 越來越大 30公分 像台灣是 大家都蠻喜歡那種 大一點的鍋子的話 炒鍋這個蠻適合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側面 齊圈看得出來吧 比方的都還大 然後一樣弧度把手 那這邊多了一個 握把 可以這樣子拿的 然後玻璃蓋 這個齊圈這樣 我來把它擺出來 剛好我的地毯是黃色的 很適合 欸 好 好了開箱完成 哇這一組真的很可以對不對 好可愛喔 這種黃色的 但我實際上覺得 它的鍋蓋啊 比較厚 重量重一點 因為之前FICA那一款的話 鍋蓋旁邊是矽膠 那這一款的話是這種 金屬的 所以它整體的重量是比較重一點的 但也可以說就是質感比較好 那個人有個人喜好 這一組我覺得蠻OK的 顏色也很可愛 然後握把也跟 平常都蠻不一樣的 很可愛 期待用它們來做食物 好我們現在呢 就拿一個 跟它尺寸最接近的 FICA的這個系列 這邊是寫FICA 就是我們之前開團的 這次一樣也可以團工 那這兩個來做比較的話 尺寸是差不多的 就是 鍋子的尺寸其實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從上面看比較明顯 它們鍋子尺寸 其實是差不多的 大小是差不多的 那重量的話是FICA比較輕 然後這一個 雪若這一款是重一點點 握把的話 雪若款是有這個弧度的 那FICA是直的 然後是木頭的 雪若是有點 這算什麼層次 小小缺點就是 如果你不小心火候開太大的話 有可能會燒腳 我看這是Apple 給我燒腳了 欠揍 但我覺得沒關係啦 這使用很雞嘛 鍋蓋的比較 雪若的旁邊是金屬框 然後 這個FICA的話是這種 有點細膠框的 像這樣 細膠框 然後 香草雪若這一款是 金屬框 所以其實不太一樣 那FICA的話是 鍋子是平的 然後 香草雪若這一款 是這種 有弧度的蓋子 髮手的部分也是 FICA是木頭 香草雪若是這種 這個其實我一直不知道它造什麼材質 整體的色亮的話 我覺得FICA的輕 輕一點 但是都是蠻適合女生可以拿得動的尺寸 現在進行開鍋儀式 就是 它上面教我們的 先用清潔劑洗過鍋子 然後用熱水 裝8分滿 然後煮沸 再擦食用油 滾了滾了 那這個鍋子 是那個FICA之前的那一款 共用的三種尺寸 同用的鍋子 然後我也是可以拿來使用 因為它的尺寸都是符合的 那這一個就是剛剛已經先開完的鍋子 就稍微塗抹一下 這超適合撈水餃的 這超適合撈水餃的 因為它有很多可溫的 使用清潔劑室 使用清潔劑室 切割 油 嚼勻 滑勻 中文字幕——YK